长厨 大蒜去皮切末 生姜去皮部分切片部分切末 将鸡爪去除支架 栽入肌腹部定型 将姜片葱结放入肌腹中去除腥味 在热锅中倒入清水烧热 放入全鸡 加入盐八角桂皮提香 煮10分钟左右 煮好之后 我们要将鸡肉取出放入碗中 再放入冰块冰镇3分钟左右 这样就可以使得鸡皮爽脆 鸡肉滑嫩 将油炸花生米压碎去皮 把冰镇好的全鸡取出姜片和葱段 再将鸡肉切成小块装入碗中 然后我们要在盛有蒜末的碗中 放入盐 白糖 白芝麻 胡椒粉 鸡粉 花生碎 生抽 辣椒油 老抽 花椒油 凉开水 芝麻油 葱花 搅拌均匀 制成酱汁 最后将调好的酱汁淋在鸡肉上 口水鸡就做好了 快快品尝一下你的杰作吧 看视频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掌厨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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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